地下有行李着火 整条走廊烟露离漫 前面什么都看不到 星期日下午 上海洪桥机场的T2航站楼 怀疑有乘客攀带的行李起火 怀疑是入面的充电宝自然 据了解当时一批乘客 乘坐中国国际航空的CA2821航班 由天津飞抵上海洪桥 就在下机之后 有乘客的背囊起火 并且冒出大量浓烟 最后由机场工作人员将火救息 事件当中无人受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